11月1日起,政府取消了非公斤塑料包装石油的津贴,一度让市场缺货。 这几天,全国各地的贸销局都出动上门了解当地石油厂商的货源。 柔佛州贸销局局长诺念曼说,贸销部官员从10月21日起就已经积极闪开行动确保货源充足。 原来是有些不良商家为了谋利而囤货,冰城压一旦新市政一间迷你市场的老板苏锦耀今天被控上法庭, 他涉嫌囤积320公斤的石油而被控触犯1961年统治平法令,罪程的话可被判罚款100万令吉或者是监禁三年。